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节奏当中把双击加入到这个交替的里面去 比如说1234变成了1234等等等等 我们学会了把双击的技法加入到了单击里面去 这都是基本功的学以致用 今天我们来学习滚奏 滚奏呢就是听起来像一条直线一样的特别快速的双击 就是这么回事 那实际上这个roll就是滚滚奏呢 其实分两种啊 一种是open roll 一种是close roll 就是说呃 如果说我们打的是颗粒感很强 这属于open roll 就是开放滚奏 就是你的这个打的东西还是颗粒感比较强的 还有一种滚奏呢 它的速度和它一样 但是呢 我们不给它颗粒感打的那么强 我们所谓压住它 也叫压奏 这种压奏呢 听起来呃 力量不是很大 在这个鼓上就是嗡嗡 这种声音 啊 这种感觉 它音量比较小啊 像这个电子鼓可能不能完全表现出来 啊 在这个小军鼓上 呃 真的小军鼓上 去表现的时候啊 可能更细致一些 啊 它压在鼓皮上 然后下边那个弹簧跟着一起共振 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啊 很好听 那么在 第五课里面呢 我们会 呃 重点讲解的是这个 开放的滚奏 啊 因为 呃 close row 它应用的范围比较窄 啊 呃 我们 呃 这个 open row呢 使用的范围比较多 啊 因为我们重点是加花嘛 将来 对不对 那个比较多 所以我们重点会讲这一点 那在讲之前呢 要先介绍一个 技朴的方法 为了让大家去 呃 理解 这个 滚奏的应用 啊 所以说呢 在技朴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 呃 有一种特殊的技法 比如说 在四分音符的覆盖上 如果你要是画一条线的话 那么它就变成两个八分音符 也就是说它被除以二的意思 如果要是两条线呢 那就是除以四 如果三条线呢 就是除以八 啊 一个音变两个音 就除以二 啊 除以四呢 一个变 一个音变四个音 除以八呢 就是一个音变八个音 那么 呃 我现在就给大家 呃 演示一下 这个滚奏的效果 啊 然后从慢极快的 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 啊 我的滚坐打的也不是很好 啊 就是这个意思吧 啊 大家需要去 多自己多去练习啊 找这种 那种直线性的感觉 那么一般滚坐呢 它这种很长的这种滚坐 一般都会结合这种力度的起伏 啊 才会有感觉 如果像像就是一直直线这么打 就没有意思啊 一定要有 一定要这个 有起伏 啊 什么感觉呢 呃 有波浪型的 啊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来学习啊具体的应用 能应用上的滚坐 那么我们会学习从五一直到十一啊 五连音 七连音 九连音 那一直到十一连音 他会 啊 我们会这样学习 那么我们首先 呃 来看 来想一下哈 为什么是五七九十一呢 这些数字呢 啊 因为这个基数它能成为一个重音 比如五 一二三四五 啊 第五下就能成为一个重音 啊 如果是七呢 是吧 它能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重音的点啊 使我们在将来发挥的时候更容易发挥 比如五连音啊 大大大大大大 是吧 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重点可以让我们去 呃 用出来 所以说更适合于加到鼓里边 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五 五连音 啊 five stroke row 啊 这种五个音的滚坐 啊 那么 按照执法来讲 就是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右左 哎 右右左左右 然后左左右右左 连起来 哎 就这样 那么 呃 如果你打快乐的时候就变成 啊 就是变成一盘了 那 那 那我们现在先啊把刚才这种手法应用一下啊 把这个应用一下 我们来看教材 当他把它应用的时候呢 我们的思路还是就是换骨的思路 这个节奏就出来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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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并且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左 我们已经把这种节奏以及它的办法 我们已经记在心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去应用啊 右右左左右啊 左左右右左 其实 其实你就是怎么用都行 是吧 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右左 都可以应用 那我们放到他们两个里头 就是咱们第一个应用啊 就变成了右右左左啊 右 打错了 打错了 右右左左右 这种感觉 然后是左左右右左啊 左左右右 左 就是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右左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在适当的歌曲里 加上把它当作一种天冲 放到里面啊 就是呃 打在节奏里的时候 这样也行 是吧 都可以 然后 把这个放了也行 打 打 这样也行 左左右左 把它放到一起也行 右右左左 右左左 右右左 都可以 那这就是第一个应用 主要是大家理解啊 这种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左 它就是一种办法 你可以随便的去用 那么当我们把 这个刚才讲了 把它速度变快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拍了 对不对 啊 在一拍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种线性的 这种 啊 滚奏 那一定要记住 啊 那个滚的部分啊 就是肉的那一部分 尽量轻柔一点 然后来突出后边那个音 啊 这样就比较好 你如果 它就 缺乏了一些味道 是吧 哎 其实感觉比较好 那么 那我们可以是 有正序的 比如说 右右右右右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那 把那个右先放到 前面来 啊 右 左左右左 那 也可以 就是掉过来也行 啊 也可以变成 啊 左右右左左 就是 变成了 就是把它整个 一个镜像 调过来了 啊 变成 这样也可以 啊 那么这样的话 中音就跑前面来了 然后后边一个清 变成这种感觉了 那么 我们把这种打法呢 然后 也把它当作家话用的时候 就变成了 像刚才说 变成这种感觉啊 变成了这种感觉 那后来我们再换到其他鼓上 或者是 呃 滚奏在 军鼓上 然后 呃 那个重音打到其他鼓上 啊 或者放在 铲上 这样也可以 一般都是到了 歌曲比较激烈的时候 我会使用这个技巧 啊 呃 比如说 会加两个这个东西 然后再 加一个 呃 长的鼓 会这样做 那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 啊 比如说 变成这样也是一样 是吧 也可以 呃 大家就自己尽情的用这种增减变化的原则 啊 进行实践 因为刚才我靠把这个 这个五个音的滚奏 我给它加满了四半 其实也不用 对不对 你可以 就是大大大大 也行 就是加一半也行 那么它就加一盘也行 是吧 这也是 可以的 啊 就是用增减变化的原则 大家就可以在里边 自己去 呃 琢磨和研究 那我们再用增减变化原则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啊 首先呢 把它放到节奏形里 呃 在节奏形里呢 我们 在节奏形里啊 主要的 下的功夫 其实就是在财查上 啊 因为我们打财查 这个财查 对我们这个节奏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说 动 刺 大刺 如果变成了动 刺 刺 大刺 或者动 刺 刺 刺 大刺 这都会对我们的 呃 这个音乐形象产生很大的 呃 影响啊 所以说我们放到节奏形里的话 一般那个主要的音不变 这个主要的音不变 然后我们就在财查上变一下 这样大家基本上都能接受啊 因为你这个 这个东西你要是变了 一般就找不着你这个重音在哪 他们就不会觉得你的这个节奏很好听 啊 其实我们变化呢 一般就放到财查那边 那看谱上 这个财查 他在呃 第一拍的后半拍 呃 画了两个横线啊 那我们现在就明白 哦 他是那个 呃 这个五连音滚奏的第二种形式 把重音放前面了 大大大大大大 这种感觉了 那我们在 打这个节奏的时候 先把它唱出来啊 就是动 刺刺刺刺大刺 动刺 大刺刺刺 呃 这种感觉啊 这样去理解它 然后慢慢再加速 呃 错了 是吧 后半段 就是动刺 大刺刺刺刺 啊 就这种感觉了 然后咱们去看下一条啊 他后边那个 动刺 大 动刺 然后放到军鼓上了啊 啊 啊 大大大大大 这军鼓的线接触有点不好啊 总打不出声音来 嗯 咱们看后边这个啊 啊 就把它遇到军鼓上就变成了这种感觉 啊 然后呃 大家在应用的时候呢 就 多动动脑子 然后自己去 换换乐器啊 动刺 大 那多加上一些技巧 那你这个节奏就会特别的活跃 而不是一直那么死板的动刺 那次 一直达到地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五连音应用到feeling中 啊 应用到feeling中 那么用的时候呢 呃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思路 就是 把它们拆解开 把各种节奏型拆解开 放到里面 那么第一个这个节奏型 我在呃 这个这个天冲呢 我在 我在写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四连音之后连续的这个滚奏 还是军鼓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使军鼓造成了一个 连续 很连续的感觉啊 啊 这军鼓的活比较多 然后 接下来 我没有去 没有这么打啊 而是怎么样 还继续打它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它多了几个音 然后就是一种很过度的连贯的作用 这样连下来的啊 就是打出了这种感觉 啊 这种感觉 啊 在这个 填充里 也就是当我把这个 茶打出来的时候 它是在后半盘呢 它这种感觉在后半盘 而且它不是说在重音上的 这种感觉 都是把那个中音 移到后边去了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就是很激烈的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茶换到这个手啊 不是总一个手的 那可以变成 这样拿也行 自己随便 我们连上 大家听这种带着滚奏的打的东西 都很这个激烈 是不是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滚奏放到脚上的时候 就是 啊 就是一打 就这种连续的音乐时候 啊 啊 大大同大 啊 这样打的时候也是很有感觉 啊 只要是那种连续的东西 都会给人一种很激烈的感觉 像咱们这个片头 我制作这个片头的时候 呃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啊 走在高山深谷 然后他会伴我同行 这个地方啊 就是伴我同行 啊 还是这么打的 就给人一种 前前推的感觉啊 这就是这种连贯音的一个 呃 感觉 啊 至于脚如何踩双击 这是在后边协调片里头 我们要去讲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呢 就是把这种 呃 一拍的滚奏和连续的五连音 它们两个混到了一起 就是 然后 啊 就右右左左右 左左右右左 然后左左右右左 就这样 这种感觉 就是把那咱们前面 学的两个东西拼到一起了 那么 这个就很简单 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咋个事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就是 也是 把调过来的啊 调过来的 先是 用右啊 当然我这谱写的是两只手的啊 没法标 先我觉得大家演示就知道了啊 然后 就是一个五个音 这种感觉 然后再 这就两拍过去了 然后我们再加入这个 呃 这个这个滚奏式的五连音 但是这个五连音呢 我没有把它放到 不像 我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到一个鼓上 而是放到了不同的鼓上 啊 给它放到了两个鼓上 这种这种 呃 放到了这样的感觉 啊 这样 就是把那个滚奏啊 放到了呃 不是一个鼓上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变成 啊 现在变成这样了 大家就是 多在换鼓上 动脑筋啊 其实就行啊 变成了 再换到别的鼓上 好 呃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 看起来比较复杂的一个练习啊 实际上 这个难度还真不算太大啊 呃 重点是你要有一个好的思路 那在这里呢 我就帮助大家理一下这个思路 一旦这个思路 你明白了 你就会练比较复杂的练习了 其实每一个复杂的练习 它都是根据一种加减法的原则 从简单一点点叠加 叠加 叠加到复杂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向回追溯 追溯它最简单的节奏动机 然后从那个节奏动机上再去练 然后再练到复杂就可以 好 我们先看这个练习的 呃 第一排 第一排呢 它是右 左左右右 左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一排我们知道 一排 它可以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可以是 那结合着我们上节课双击的内容 我们发现十六分音符 是可以和三十二分音符 进行一个组合的 那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的组合 你要把它想象成十六分音符的话 那就是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重点练这个节奏 一 二 三 四 把它 这样练就可以 那么当你把它练好以后 你就发现一个规律 这里头 这里头呢 我们凡是单独打的那一下 它都是重音 对吧 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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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那个重音 我们现在把那个轻的音去掉 就变成了 对吧 一 二 三 四 这是什么 这是浮点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首歌的骨架挑出来 把所有是轻音的部分全给它去掉之后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学习重音的那一刻的时候的几个重音一位 第一个是一重 中音在一和四的位置上 这是第一排 第二排呢 是把中音放到了第三个位置上 第四个呢 第三排呢 是把中音放到了第二个位置上 然后第四排呢 是把中音放到了最后一个位置上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一下子就厘清了 我们就可以先练这个重音练习 对吧 好 这就是 咱们在练重音练习的时候一个东西 那你把这个打熟了以后 那就难就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要掌握好它的节拍 就是你这个得跟住拍啊 你不能打着打着 你不知道哪个是那个重点那个拍了 必须得跟着这个节奏走好 你知道哪个是重点那个拍 这个你需要稍微练一下 那当你把这个会打了 那我们就会把轻音的部分全变成两个音 比如大大大大就变成了 把你轻着打的 大大大 这个大大变成了 大大大大 变成了 大大大大变成了 大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你脑子里想的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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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那个轻音全不自觉的变成双击 就变成了 这个 这条练习的节奏骨架 然后再换骨就可以了 我们先不要打那么快 这是它这个节奏框架 当你把这个练熟了以后 然后你再把它放到这个左右手 放到不同的骨上 一个放在彩场 一个放在塔上 这就是这个联系 然后再加上脚 就是这么回事 就很简单 那如果你以这个思路 你再去变化 就是大的 就把它变到其他的骨上 也可以 听起来也很好听 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 就是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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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换骨 然后你再变成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大家能够学会这个分析的思路 然后慢慢的练习 我现在这边就不能去 来好看 这边就是这个词 的意见 我怎么发现